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要來介紹下半場的歌手 在 我真的還是我很小 我可能還在讀國小的時候 其實部落常會有一些 外面的人進來 然後就像是賣糕藥這樣 賣藥啊賣什麼啊 洗髮精啊什麼的 然後就會賣一大堆 然後她就會從那裡面去找人出來唱歌 對 然後呢 我們下面的這位歌手呢 南岳桃女士 年紀我應該叫姊姊啦 那姊姊說 她剛剛開始的時候呢 她第一次上台唱的時候就是 人家在南亡部落賣藥 賣膏藥 我可以上去唱歌的啊 找我喔 這樣好 我如果去唱的話 你要給我很多的贈品喔 好 她就上去唱歌了 唱的第一首歌 我沒有記錯叫《誓言》 我不知道她今天有沒有安排這首歌 然後呢 姐姐給我一個 就是我們在訪的過程中 有一個很 我也很意外 就是說 她說她當年十七歲 她覺得她很想唱歌 她多次的在 鄭森電台的前面排回 你知道嗎 以前的人唱歌 需要拿到那個什麼 可能是電台的簽署的歌星證 或者是說千億數的歌手 她們才可以比較正式的演出 然後 在那個會唱歌 可是又沒有人去帶領的狀況下 她最後很勇敢 姐姐說她 帶著塑膠袋 裝著一點自己的行李 殺到台北去 然後聽說 貝陀娜必有人在唱拿卡西 她就去敲門 我可以來這裡唱歌嗎 我很會唱歌 你幾歲 我十七歲 然後後來就進去唱了 她說 我去唱的那一場 我在唱的同時 旁邊也有另外一個包廂也在唱 以前都是這樣子 旁邊是江蕙 江蘇娜 我們就一起唱歌啦 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就是 姐姐出的黑膠的專輯裡面有一首歌 夜歸的醉人 酒醉的醉人 她在講的時候 她就說 歌詞裡面的那個Loreata 我去問這件事情 她說 在台中光明路 哇 我的印象直接回來 光明路當然現在的 大家印象會比較深刻 可是以前 根深路直接接光明路底的時候 那邊是有一個空 空區 然後有一些 現在都已經蓋起來了 城中城 那都是後期的 然後會有一些小小的夜市 有已經很清楚的Loreata 在那個地方 然後因為那個Loreata的老闆 她已經在天上 她是我爸爸的朋友 然後她講說 那很多很鮮明的回憶 就會跳出來 不管是月桃姐姐或者是 那個阿姑 花枝阿姑 她們都希望說 有人可以來好好學我們的歌 有人可以來把我們的歌傳唱下去 只是時代的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歌是 我們自己很用心的把它創作 然後把它做好 然後可以被呈現 她們諸多的感謝說 可以辦這場活動 其實我才是真正的感謝 我覺得我在辦這場活動 把這群老人家請到舞台上面來 讓他們重新返回過去的榮耀 那是我做這個活動 再怎麼辛苦 都覺得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謝謝 要來看展覽啦 有機會來看展覽 我來講故事給你們聽 禮拜一下午以後 我會帶來 禮拜二的中午11點 下午一點半都會帶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辦好了嗎 姐姐 準備掌聲歡迎 她的歌 她的歌你聽了 我跟妳講 台東人聽了就知道 這首歌是她唱的 歡迎 南岳棠女士 大家好 剛剛後來說我 其實我說 我說的比較有精采 比較精采 我說的比較精采 想當年 大概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因為過去阿公跟我爸爸都是做農的 很辛苦 但是常常就是會受傷啦 或是怎麼樣 我看他們有這種 好可憐喔 買不起膏藥 而且那時候的膏藥也滿貴的 結果有一天 賣膏藥的就在我們南往那邊 在賣膏藥 我看到了 結果她就問 問我們前面的觀眾說 如果你們上來唱歌的話 就會有正品這樣 她說我想說正品可能就是小小品的那種 她說我不要 我要大品等 我問她說如果我上去唱歌的話 你會送我幾瓶 真的嗎 你會唱歌嗎 我說我會 那我可以要三瓶嗎 她說只要你會唱歌 唱得很好 我一定給你三瓶 正品小小的有六個 我說好 我就很有信心 她問我說你要唱什麼歌 我說我要唱四瓶 妹妹這個歌你會唱喔 我說我真的我會唱 不相信 如果你會真的還會唱的話 我再加兩瓶 這樣我說好 就把你小小的 哇好高興死了 結果我那時候還穿個協生裙子 穿一瓶 上來唱歌 朗朗上口 我一點都不怕 就這樣子唱了 我第一首歌 結果 拿完出來就聽到說 這個小孩子怎麼會唱歌 就跟她媽媽一樣 我媽媽也怎麼會唱歌 結果馬上跑去跟我媽講 說你的女孩很會唱歌 她現在為了你們 她很勇敢的上來唱歌 結果我媽說真的是假的 說真的 等一下你的女兒會帶一大包的那個藥膏回去 真的要到後來看到我帶藥膏去的時候 媽喔我今天我的家裡特別多的 哇特別高興 後來 我的願望還沒有達到 剛剛她講說我提人 我從以前出門 我從來不買皮箱 就帶一個社交袋 裡面找兩件內褲衣服這樣子 我就想要傳天下 一個人跑到北 好厲害喔 我今天敲門了 你怎麼聽到的 Nagashi 我有聽到他們在唱 結果 小妹妹妳來什麼 她問說妳要做什麼 小姐我會唱歌呢 我可以來這邊唱歌嗎 啊 唱歌 她看我後面也沒有什麼經濟的還是什麼的這樣 沒有人帶我 我從台東自己坐火車上來了 我也來這邊唱歌了 可以嗎 不然的話 你們先叫我試唱 可以的話我就要來這邊唱歌 不過那一晚上我賺了八百塊 賺了八百塊之後 我又找到回谷 為什麼妳知道嗎 遇到好人 差點沒有把我怎麼樣 她說妳 那麼土妳還敢來這邊唱歌 我說有多土 我只要會唱就可以了 我就這樣講 確實 她很憑我的唱 以前在台北也是一個婆們忙邁的老大 那什麼樣子跟著她可能會很恐怖 我搞不好會比姜衛她們還很有名 結果妳知道嗎 我唱完了以後 她就把我整態人很高 二代 衛生人 就把我扛起來 帶一些環境 妳知道這什麼地方嗎 我說唱歌的地方 聽說這邊很好賺 很好賺 妳有那個粉絲嗎 我會唱歌就是我的粉絲啊 哪是 妳要怎麼樣妳怎麼樣 可是這樣會他們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他們 我說 他們兩個姐妹也在那邊唱歌啊 可是他們有經紀人 那個是環境的經紀人 我是想讀傳 應該是應該有搞頭 她說妳趕快回去 結果她也願意包和我包給我 還好沒有對我怎麼樣 不然的話我搞 在台北已經有搞頭了 真的 很後悔 沒有跟著她 好吧 正好了 我的月桃花是過去 現在我的名字已經改了 我叫南月曆 那是我的本名叫月桃 那我就參與一首月桃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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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這樣 月桃花